今天晚上的壓軸大來賓即將來到現場 鄉親到底是誰呢 他就是我們的瓜哥胡瓜帶著賴慧如 後面這台車再來了也是一樣 我們綜藝大集合非常重要的主持人們 也就是我們的阿翔 郭忠祐還有蘭蘭 他們五位一起來到了我們的星光現場 今年他們五位以綜藝大集合入圍了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在節目當中他們接低起親民的主持風格 迅速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 並且引導素人熱情參與融入節目 深獲評審的肯定 而到底他們能不能夠在憲哥 成哥 嬌哥 小S等主持 天王天后手中搶下這個綜藝主持人大獎 真的是太令人期待了 天啊 我想要問一下瓜哥 這一次私心講一下 你覺得你看好哪一位主持人會得獎 每個都很辛苦 每個製作單位也都很辛苦 但是我們的節目呢 在過去兩年有疫情來臨的時候 我們也是跟著觀眾走在一起 大山大海的去 大家的辛苦也都看到了 所以當然我們這一組實力不在花下 而且我們是歷史最悠久的一個實境外景節目 絕對沒錯 瓜哥 這個外景這麼辛苦 沒事又滑倒又風吹日曬雨淋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你一直堅守在這個崗位上 因為能跟一些優秀的年輕朋友站在一起 這是我們的榮幸 真的 我想應該是主持費一直 對 滿可觀的 而且藍藍今天好辣好漂亮喔 是 謝謝藍藍 祝福你們今晚一定要拿大獎喔 對 來 希望今晚能夠順利敲鐘 好不好 謝謝你們 謝謝 你好台北 很高興買Chi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唱我的話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耶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唉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阿條姐的那個喇叭 哇那個飛越ardo 它歌最怕的 它..還有憤怒組在裡面 我一直認an你不在 哎呀 Wiii!